香港的粉絲 就是有點驚喜啦 就是沒有想到香港的粉絲 這麼喜愛 《想見你》的粉絲 這麼熱情跟奔放 但是看到他們奔放很開心 但是會替他們的安全 因為我們三個都會有點怕他們跌倒 或者是不小心受傷 或是怎麼樣的 我的感覺是比較害羞一點的 但是香港的朋友都是真的很 他是非常熱情 但我也在想說 是不是台灣觀眾看我看你啊 就常常看到你也不會特別有太多的反應 我們在自己接到通知說要拍電影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點心情也有一點忐忑 很開心可以拍電影 但是一方面又擔心說 可是劇版的故事已經很完整了 對我們來說已經有一個很好的結局 拍成電影還能說些什麼呢 我覺得電影比較像是 送給一直以來喜歡 想見你的觀眾朋友們的一個禮物 然後這個電影可以圓滿劇版裡面的一些小小遺憾 就是可以看看這幾個老朋友 他們現在長成什麼樣子 對 當然還是會有新的故事啦 就是像是見老朋友的心態啦 就對我自己而言 我也覺得比較算是放下心來 因為感覺真的有一次的機會 然後讓我們跟大家說再見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體力沒有以前的毛 那你拍拍電影是不是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我覺得電影比較像是 我們在模仿當時自己創作出來的這些角色 因為拍劇版的時候真的比較像是在創作 但這些角色跟故事被觀眾記住以後 他們就有自己的樣子 所以要在拍電影的時候 真的很像我們要去模仿自己 要去把當時的那些狀態跟感覺都找回來 這個是還蠻特別的功課 曾經有想過這個角色可以長成什麼樣子 但現在有一個電影版新的機會 所以會把可能之前有想過的樣貌 可能會放在電影版裡面 這次比較大的一個改變應該是外表 這個可能是因為當初跟導演討論的時候 然後導演說 這樣看起來比較跟他們會相近一些 但其實我覺得比較難去再次呈現的是 當時的那個很純粹 然後當時的那個稚嫩感 心裡面的喔 不是外表 對 你跟本家一直看著話 因為你講話 沒有 對 你講話 因為我很害怕 一開始 有一開始就是突然好像 很多人突然多了很多人在灌注她的時候 或是說突然出現很多你的報導的時候 怎麼感覺好像這個好像變得有點遙遠 可是在見到面的時候 就是一點都被人騙 大家看起來是很光鮮亮麗很帥 但其實我在想起他們的時候 他們在我心目中 其實一直都是我們最開始在拍劇版的時候 那兩個小屁孩 住在台南那兩個月的那個很居家的樣子 就是電影版在碰碰他們的時候 我有覺得他們兩個人的眼神都變得 混濁是不是 不是啦 變得比較有故事 就變得更有故事 就是我可能也有變化 但是我變化可能不會像他們這麼大 我覺得他們就可能眼神都更成熟了 我這次反而沒哭欸 對 因為我覺得 終於不用再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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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確率很開心說終於結束了 我不知道他們兩個是會不會跟我一樣的感覺 可能我當初在拍劇集的時候 我太緊張 而且我那時候太稚嫩了 對 那現在也還是算 相較於兩位前輩還是算新人 我在劇版的時候 我可能 那個 像 橡皮筋的那個 彈性的那個韌度可能 突然間拉太緊 然後突然間放開 你放開之後 我 算是一些情緒啊 但我反而 經歷過那次之後 然後他們也告訴我很多一些經驗啊 跟一些 可以怎樣變得更好的一個方式 這樣之後 然後 我在拍電影版的時候 我是抱著很開心的心情 然後跟這個心態去 跟大家一起去玩 然後 因為我覺得他在拍劇版的時候 因為可能 比較沒有表演經驗 但是我知道他很想要做好 所以他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所以很緊鋒 但是到了電影版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有進步 其實有很多戲 就是 我有發現你自己會提早偷偷就是 自己到角落去 一個人很安靜的準備 把遊戲帶起來 就找到一個現場最黑暗的角落 就是躲到那邊去 對 俊傑跟玉姆就是 我覺得他們會也反映在 現在我們生活中的某一部分的人 其實他們的情感表達方式 就是可能像俊傑或玉姆比較內戀 比較內向一些的 那 他不是說你這個 就是 不是大家會那麼認可 或那麼常遇到的一些 可能感情狀況 對 但我希望大家看完 俊傑跟玉姆的部分 是希望他們可以更加的勇敢 然後去 不管你是 持續用默默付出的方式 還是你要怎麼樣 但都還是可以 去 遮你所愛 追尋你的愛情 在這個電影裡面 其實 其實到最後會發現 其實被罷了過的人 去拯救 我們 因為他們 受傷過 然後所以他們把你的經歷 用愛的方式去帶給我們 對 就是黃雨萱 他要 說再見這件事 其實有些再見 他說了很多次 他也講了好久好久 但他其實一直都沒有 真正的放下 我覺得那個 他的不放棄 就是現實生活中 我們聽到我身邊 有一個這樣子的人 可能會覺得 他很傻 或是時間久了 你想要勸他 但我在看他的時候 我反而會覺得 那是一種他的選擇 他的勇敢 也沒有什麼不好 如果相較於就是 我要忘記這個人 要放下這一切的話 他寧願選擇就是 我要繼續想念這個人 就算我有一點點痛苦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很勇敢的選擇 但我覺得是失去的 你選失去 因為你去愛的話 你反而也會 經歷到失去 也有可能 對 一定會啊 如果有愛的話 那當然就勇敢去追尋 只是我自己的抱 我自己會做好一個是 可能 會有心理準備的 去愛去失去 不復相遇這件事情 他也不是 要真的去鼓勵我們去 失去 我覺得他要鼓勵的是 告訴我們 只要盡力了 就不會有遺憾 我覺得 人常常會覺得 有遺憾的時候 都是因為我們當下沒有盡力 不管是什麼事 他可能是一個 工作上的決定 或是說 感情或是親子關係 如果當下我們已經盡了自己 最大的努力的話 就算這個結果是不好的 我覺得這個心裡面 那個遺憾的感覺 也不會太大 有點老套 但是我覺得 可能一切都還是會是 最好的安排 對啊 就是我們說不定 會在別的劇遇到 但你要三個人 同時遇到也很難 可能這也是我們三個人 比較合得來的原因 對 應該是吧 我們回來 緣分吧 應該是緣分 對 就像我們今天也能 坐在這邊一起 對 剛剛我記得有個問題 也問到說 那如果你能回去改變一些 某個時刻 你要去 你要去什麼階段 那其實 如果我們去改變的話 上一題的答案 你的回答 也不會 對 因為 如果我去改變 說不定 今天演莫俊傑這個角色的人 就是其他人 我也不會坐在這邊 所以 不用特別去為了改變些什麼 就是 變得越來越好就好了 一定要拖 不拖 不拖不演 我覺得沒有什麼原則 就是我覺得其實就是 看 就是喜歡這個故事 那我就就會 我覺得不管是什麼角色 我給自己一些設限 去嘗試 就是過去 現在 未來也會這樣子 想就是一定會想 對 因為我們都看很多港片 長大可以這樣講 會對於香港電影會有一種 有 嚮往跟憧憬 所以就會覺得 很希望有機會 當然可以 過來拍戲戲都棒 但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說 哪一位演員 真的太多了 真的 不敢想 我覺得都不敢想 有機會能夠到香港 拍電影 我覺得也會是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能夠 有這個機會 跟香港演員合作 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 會是很棒的事情 真的不敢肖像是 跟哪一位前輩合作 只是說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幫我們Key一下 就是歡迎 各大導演和製片可以走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